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西汽船的码头以木头搭建 相当简陋 而位于西边200公尺左右的码头却以白色石灰气城清爽坚实 把关西汽船的码头给比了下去 不过当船使过闪烁在晨雾中的青红灯开始靠岸的时候 风能高中的学生们揉着轻松冲斜的眼睛扬起一阵欢呼 不误的港口 真是枯毙了 码头还是粗犷一点好 比较有感觉 女生不断地唱着歌名有港字的歌谣 大概持续了有三十分钟之久 港口眼泪与沉雾 大家听好 码头很窄而且很危险 所以下船之后不要逗留 马上从出口出去 在后船室前面排队等候 没点完名绝对不准任意行动 快点排好 确定前后左右的熟面孔是不是都到了 最熟的脸就是你的脸了 看得我都想不了 龙宝不在 什么 你说谁不在 龙宝在呀 龙宝 你怎么上个厕所上这么久啊 学生们一下笑闹起来 而龙宝高高的身影 则仿佛是回答这些笑声似的从后船室里走出来 并对大家挥手致意 十月二十六日 清晨四点二十分 准时抵达松港 四点三十分 上岸点名 一切正常 腾田在记事本上这么写着 学生们趁观光巴士去乌岛 一听说这里就是会战的古战场 也都不禁拉长脖子 听导游小姐说明 光是是不是也曾在这里打仗 嗯 应该没错 不过详细地点 我们并不知道 导游小姐态度自若地回答 腾田虽然觉得牛头不对马嘴 不过却也懒得去解释 腾田打开记事本 二月十六号 下午六时 抵达松市四国屋旅馆 一切正常 十月的最后一天 警察署有人报案寻找失踪人口 报案人是九妹子 据闻她的丈夫归警正在和本月二十五号之后便行踪不明 每天都有许多离家出走 失踪 去向不明的案子 就算是警察再有心 也无法放太多心力去搜查 倒也不是冷漠 实在是没那么多人手跟经费 除非牵扯上犯罪 否则接获离家出走的案子 警方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归警的案子也不例外 因为连妻子九妹子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失踪 也不清楚她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了 警察就无计可施了 只能要她一有任何线索就通知警方 这样已经算是够亲切了 第二天 十一月一号 九妹子下定决心去拜访丈夫的公司 事实上 除非必要 否则真不希望公司知道丈夫失踪 因为这不仅对履历会有不良的影响 同时也有可能被视为待户工作而受到处分 连失踪第二天 公司打电话到家里问何以没来上班时 九妹子都还以感冒为由掩饰 频频跟公司道歉 不过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 九妹子鼓起勇气踏进公司大门 出来接待她的客长孙田 表情显得很深重 您是说 归警说要出差之后就没回家吗 是啊 他说要到总公司出差 二十五号晚上去 要第二天晚上才会回来 根本没有出差这回事 煞时闪过森田脑记的事 归警会不会盗用公款 跟营业或会计部门不同 数课并不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过 如果熟知作业程序的职员动一下歪脑筋 要做个假账什么的也不是难事 身为肩负监督之职的上司 森田最怕发生这种事情 因此 他让九妹子在会客室稍后 走进办公室跟自己的心腹交头接耳 森田将属下的安危及为人妻子的担心放在第二位 最先想到的便是怀疑自己的属下有没有不正当的行为 虽然这种处置缺乏人情味 不过 就结果而言 这反而是好的 因为归警安全没有可疑之处 森田总算放下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他确定不会拖累自己之后 便将九妹子带去见人事部长 幸好人事部长跟警察署长认识 马上用公司的名义报案 并打了一通私人电话 请警察署长多多帮忙 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揍了笑 隔两天的四号星期六 搜查课的大石便到九妹子家拜访 抱着刚满三岁的儿子小生 九妹子只是一静也不安 几乎无法回答大石的询问 交友关系 学校的朋友 赌不赌博 最近有没有烦恼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出入 金钱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诸如此类的问题 九妹子完全答不出来 他这才知道 自己对丈夫有多不了解 一味安于平静的生活 而不关心周围的事物 九妹子觉得自己愚蠢极了 您先生在公司跟什么人最亲呢 我听说营业课的月志 跟他是同期进公司的 大石决定去拜访月志 并要九妹子同行 虽然他并不愿意麻烦九妹子 不过也没其他办法 看着九妹子牵着三岁的小生出来 大石不禁皱了皱眉头 心想这下倒真是拖泥带水的 不过总不能把三岁的孩子 一个人丢在家里吧 到达公司 请接待小姐找月志的时候 大家的眼里都充满好奇 九妹子看在眼里 觉得大家都在耻笑他让丈夫跑了 而觉得浑身不自在 只有小生男的跟妈妈出门 显得特别兴奋而吵闹 越发引起接待小姐们的兴趣 越致以困惑与好奇交织的表情 将九妹子等人带到了附近的咖啡厅 我也没有什么线索 因为我们都不太过问彼此的私生活 只是 只是什么 一直到归井太太到公司来之前 大家都以为归井只是因为感冒请假 只有美沙子小姐 就是数五课的美沙子小姐 好像在之前就很担心归井的去向 还特地到我这来问 那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大概是上个月二十八号吧 不会错吗 不会 因为那天是星期六 公司只上半天班 我是在中午下班时 被她拦下来问的 美沙子小姐问什么呢 她问我归井怎么了 我说她感冒请假 她说那就好 不过表情显得很可疑 能不能请你帮我叫出美沙子小姐呢 让我跟她在别处见面 不要说我是警察 就说我是归井的同学好了 那我呢 就请你在这儿等一下 我想你在场可能不好说话 这么说 她是 看见九妹子脸颊浮现的怒涩 大师十分惊讶 其实这么迟钝的女人 对丈夫的不轨仍然相当敏感 在另一家咖啡厅 大师看着美沙子僵硬的表情 你的事情我听归井说过了 那我和归井 是啊 她全都跟我说了 她为了你挺烦恼的 听到这句话 美沙子最后残联的一点防备的眼神 顿时软化成柔和的目光 接下来就简单多了 没花多长时间 大师就从美沙子口中 本处二十五号夜里归井来访 而落荒而逃的原因 虽然归井的失踪令人无法释怀 不过大师觉得 他并没有深入追查的意义 大师决定 他的工作到此为止 剩下的就只需要报告上司 让上面去处理就是了 所以不管是对想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美沙子 或是因为得不到任何说明 而不满的九妹子 大师都一概已放心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回答来搪塞 当天下午稍晚 东警察署的搜查课长 接获西警察署的联络 不过对这个案子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搜查课平常就已经忙翻了 实在没有精力去理会 一个上班族跟女职员搞外遇的失踪案件 反正不消十天 主角便会自动现身 回到太座面前鞠躬哈腰赔不是 然后让一场闹剧落幕 客长想着不禁苦笑 但也忽然想起一件事 喂野村 风能高中的农药中毒案是不是你负责的 是啊不过 我不是要催你 我记得没错的话 被害人是龙宝宝 是啊 那美沙子是谁 是被害人的姐姐 怎么了 哦 那反正顺便吧 这件案子就让你负责好了 不过我想 跟中毒事件应该没什么关系就是了 从中毒事件以来就没好事 这实在不是有成就感的案子 被害人早已痊愈 学校方面又觉得侦查麻烦 甚至后悔当初猛撞向警局报案 这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又派人下来调查失踪人口 很奇怪 龙宝这孩子就是会牵扯进来 好像有关系 又好像没有关系 我想还是再去找他一次好了 到龙宝家 按了电铃却没有人开门 拉拉门把 也像是上了锁班 一动也不动 看看手表 野村不禁苦笑 五点不到 这时间 几代或美沙子都还在上班 龙宝也在学校 没想到居然忘记 龙宝家白天没人这件事 真是太粗心了 两人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才走没一分钟 便遇见穿着家居服 脱着购物袋 用手拉车的紧带 您今天没上班呀 我们只要有业绩 也不需要每天按时上下班嘛 你今天有什么事吗 你买的可真多 我常常在休假的时候 买好一个星期的量 毕竟我们家三个人都在外面啊 哪有时间买菜啊 说的也是 我们刚才到过府上 不过似乎没人在家 是吗 龙宝应该已经回来了 他一定又在打电子游戏 打得连电铃都听不见 我马上叫他开门 请吧 没关系的 您不要急 我们一起走 我还可以顺便问您一些事情 可是我们家很乱呢 龙宝 龙宝 有客人呢 说的也是 如果电视开着 不这样叫还真是听不见 野村不禁释然 龙宝探出头来 一看到野村 怂怂间 一脸不欢迎的表情 把野村跟大种请进家里 他穿着牛仔裤 和一件薄的慢跑衬衫 野村一边感叹 年轻人强壮不怕冷 一边跨进门槛 却绊到购物袋的手拉车 手拉车的重量 让野村的脚颇感疼痛 这么重的东西 女人家怎么拿得动 他伸手想要帮忙几代 好像挺重的 我帮您搬到厨房吧 不用了 几代慌张地 拨开野村的手 就算是客气 几代拒绝的手劲 实在太重了 不过想到几代这把年纪 还会尊重警察 野村心里不仅有点高兴 大种一直保持沉默 对于野村 毫无权威的态度 非常不满 野村进门之后 便坐在玄关门口的矮街上 开门见山地提到归结 说到后来 几代的眼角 开始往上扬起 他瞪着野村 仿佛责备 野村不该来他家 怎么可能 这种事不可能会发生的 美沙子 怎么可能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 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 可是是美沙子自己说的 他说他要到归景家里 却没想到人失踪了 不管美沙子说什么 我离开家之前 根本没有人到过我们家来 而且我回来的时候 也只有美沙子一个人在家 什么归景 我根本就没看到 我也没看到 我那天晚上就去秋季旅游了 管他什么人来不来 谁又失踪不失踪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也没兴趣管 如果方便的话 可不可以让我上去看看 美沙子 让归景藏身的阁楼 不行 我们没有理由接受调查 除非你有搜查状 没有 不过是做个参考罢了 我不答应 有什么关系吗 妈 太不愉快了 好像认定我们 把那个男的怎么了似的 人家又没这样说 不过就是想看看阁楼嘛 那你就让他去看看又怎样 你这样遮遮掩掩的 才会落人口实呢 既然你这么说 野村认定机不可失 马上开始脱鞋子 哪一边 这个房间 打开那个角落的门 后面就有楼梯通往阁楼了 龙宝扬着下巴不屑地说 房间中央胡乱铺着一床背 野村正要绕过这床背 不料龙宝突然又恶行恶状 人家好梦正甜呢 谁知道碰上不识趣的客人 来打扰清梦 野村不理会龙宝 镜子打开隔间门爬上阁楼 楼梯非常狭小 大概只能供一个人过 野村心想 这么小的楼梯 应该不能搬运大件物品 并且探头看了看阁楼四周 阁楼乌梁突出 像是翻过来的屋檐 大小大概只有四平半 通风不良 没味儿呛人口鼻 昏暗的光线中 U字形的小箱子跟收剪衣物的箱子整齐地排列着 你可别乱动啊 这都是我们按季节收好的 不用确认就知道这里没有窗户 梁柱下虽然有一个通风的小洞 但是也不过只有十五公分 而且还用木条定成格子形 根本就不可能从这里进出 这么一来 野村开始思考 怎么想也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归警趁着家中无人时下楼梯逃走了 时间呢 野村一边想一边倒退到楼梯口 正要下楼梯的时候 美沙子出现了 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 美沙子 你 你回来得正好 可不可以请你再正确地说说那天晚上的经过 几代坐在客厅 态度略有改变 一边跟美沙子核对时间 一边不情不愿地说明 野村一面听 一面坐着笔记 而且不断确认 呃 是这样没错吧 六点三十分 龙宝出门 八点三十分 几代出门 九点整 归警来访 九点三十分左右 几代腹痛 临时回家 那么在同一时间 归警躲进二楼阁楼 九点四十分左右 几代 沙子 再度出门 十点整左右 几代 从友天医院回家 呃 十点二十五分左右 美沙子送走十点五分开的巴士后返回家里 那么十点三十分左右 几代在客厅 美沙子在龟井原先藏身的阁楼下的卧室里就寝了 呃 十一点左右 美沙子 美沙子 美沙子查看阁楼 没有见到龟井 这样一来 九点四十分到十点之间 就是龟井从阁楼出来消失的时间 刑警的想法 刑警的想法真是复杂又啰嗦的可笑 只要有二十分钟就足够了啦 我想 他一定是等我妈跟我姐走远了 在趁着街上没人的时候偷偷跑掉了 就像一只偷偷摸摸的老鼠 龟井究竟在哪里 几代和龙堡与龟井的失踪有关系吗 请继续收听广播剧《借刀杀人》第四章 幼儿无心 幼儿无心 请继续收听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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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继续收听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